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1月8日 刚才看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刊登了一些消息 有两条消息 新华社广州电 讲到11月8号 李希 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这个搞了一次活动 叫什么呢 19届五宗权会 中央宣讲团 这宣讲团来到广东了 这个非常有意思 第一站没有选择其他城市 反倒是选择了广东 李希组织多少人呢 组织2.3万人参加报告会 这个规模真够大的 把整个广东省 这个动员的比较彻底 我估计省委省政府 各个市委市政府 这四大班子都触动了 学习什么呢 学习19届五宗权会的精神 这个不外乎都是些套号 也就是什么呢 2035远景目标 十四五规划等等 什么四个意识 四个自信 两个维护 这我都能背出了 就特别可笑 这时候想起文化大革命 就毛泽东发个讲话之后 立即各个省市就开始 连夜就敲了大鼓 就举着红旗 就标语上街了 然后告诉群众什么呢 给你送最高指示来了 我那时候很小 十几岁 觉得很好玩 跟着那个队伍 后边不停地跑 看热闹 但是那个时候人 应该讲都是很虔诚的 真心实意的 就觉得毛泽东 这指示就太伟大了 尽管是很简短 但是严谨一害 这个意义深远 所以说 那时候人就洗脑 洗得比较严重了 彻底 傻乎乎的 上面怎么说 下面怎么做 而且对毛泽东 是真心的崇拜 崇拜的不得了 和现在情况不同 我要讲了什么呢 现在可以肯定地讲 在广东省 这个 这次李希作的报告 这个听取的中央 对学长他们讲这个东西 那不外乎都是 这个新形式下 新翻版的 2.0的这个 毛驴指示 此次习近平还不太好意思讲 这个 学习习近平语录 习近平思想精神 习近平主义 或者习近平思想 好像还没有这样 之外 但是通过讲什么 19纪武宗全会精神 这是恍惧可笑 那时候这个宣讲团叫什么 叫活学活用 就是活学活用 毛主席指示 就人都像背书的一样 就根据那个人民日报 对吧 就两报一看 两报就是人民日报 这个新华社 这个还有看红旗杂志 这特别可笑 但是现在情况大为不同了 你别看这2.3万人 在底下听报告 这个李希在上冠冕堂皇的奖 这个宣讲团撒有介绍的宣讲 大部分都不相信 这是和文革最大的区别 就是什么 现在都是两面人 在做这个事 然后这个还不相信 但是做的 这个可以这样讲吧 彼此都心照不屑 听的人啊 知道上人在胡说八道 上人知道下人也没认识听 但是呢 一定要走这个行事 这是中国的最大的变化 和过去不同了 这个或者谨慎的讲 这2.3万人至少有一半 四四不相信 这个你看这个 李希为什么要这样做 李希想的是保住官职 对不对 你看李希 这个他的师徒 就走过的道路了 那就和这个习近平非常的 关系非常好 说是李希呢 这个大学毕业以后 就到了甘肃升为 知识机关工作 当了宣传部的秘书处的干事 你像这样的人 在宣传部工作 那肯定在这个宣传呢 鼓吹呀 写作呀 什么给领导搞讲话稿 等等这方面 那是轻舍树路的 还在这宣传办公厅书级办公室 担任秘书 处长等等 后来就到了兰州市 就为西谷区当区北书级 在兰州基层 干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04年的时候 就出任什么呢 省理秘书长了 在这一年12月 调往了陕西 问题是什么 他在陕西这个期间 工作的事件的经历 也是比较特殊 就曾经在2006年起 5月担任延安市委书记 并在4年的秋天 召开了十七大首 当选中央 后部中央委员 他为什么能当 后部中央委员 那就是因为他 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这个北京青年报报道了 他就拍马屁 2006年 当时的延安市委书记 李希和延安下属 各县的县委书记县长 这一大帮子的人 就到上海去靠残 07年 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 上海警卫区 第一阵 第一书记 之后 那么习近平曾经 查过队的延安市 就这个梁家盒子 这些人 就开始鼓动了 在07-08-10-14 四次不厌稀罕地 给这个习近平写信 就像山村 穷山沟 废除了金疯狂的 除了一个政治委员的 你像 老百姓 中国的老百姓 就是愚昧 写效忠信 这个每一次 习近平都给回信 表达对梁家盒子的 这深厚的感情 那肯定这背后的运作 毫无疑问 和李希有关系 是吧 因为他打个提前亮 这个算计比较精明 就有一天 习近平是红二代 爸爸这个后台 本人又当时表现 这个 这个非常淳朴 含厚 谁不得罪 总是含笑 给人感觉傻乎乎的 就别人都不防备他 其实那时候是假象 他没上来呢 对不对 还不是美大领袖 还把自己的个性 藏得深深的 或者说还没一眼 被保留了一点 他爸爸教育他的 存仆那种 这个不整人 他爸爸不是一生都不整人 被人整 这很有意思 于是习近平就对李希印象好 所以他就上来了 11年李希调上海市当常委 组织部长了 13年上海市委副书记 14年到了 就我的家乡去了 辽宁省大任书记 副书记 那么 这个14年 10月17号 当选省长 15年 结长书记 也就是说在辽宁省干的不错 新年平和满意 这个又是书记又是市长 然后 这个17年 就10月25日 那就是更上一层楼 到了广东 这个省改革开放的千严省 镇地 最富有的地区 当官 就这么一个缘分 你想 你可以想象 如果他没有这个 这个擦眼过的官司 打这个提前量 早早做感情投资 拍着吸引个马屁 哪能上来 对不对 所以他对这个 1995中全会精神宣讲 他走在最前头 我估计肯定是邀请 这个 这个 集体宣讲的 你来吧 这个我们负责接待啊 不管吃管喝 管住 这个什么都有 你像广东的 都要那么服输 我是知道 那肯定蛮招待 即使在现在这个时候 讲连接 那也是个人 不用掏一分 一分钱 不像这里 这个什么 这个自由党啊 保守党开会 你都要自己拿钱 你要到外地开会 搞什么活动 这个你要党员参加的话 都要自己拿钱 没有公款 就是根本都不同 那么由于这个 盖上这个位置 特别舒服 你想过去是 这个不论是在陕西 还是在辽宁 还是过去在盖宿 特别在现在广东 那不都是一言九鼎 习近平是在北京是老大 那里西在广东 就是老大了 广东我是知道 我有个朋友在 这个潘语啊 这个搞那个 就钻刻印章钻刻 广东省非常有钱 有钱人到一定程度 喜欢收藏书法 钻刻等等啊 我那个老师 学书法老师 他那搞那个钻刻 那一枚印章 可以买一万 人民币啊 那都排队 都排好几个月才能 刻上 为什么当地他有钱嘛 对不对 你想在这个地方当官 那你 你可以想想 付到什么程度 所以他这个位置来自不容易 是上级给予的 那他就 肯定感恩习近平 这铁哥们 那当然要宣讲 十九届五中权威精神 因为这个精神的核心 就是一个字 习核心 对习近平忠诚 你忠诚习近平 自己什么都有的 对不对 完全是属于一种私信 所以 所以他们不会考虑什么 就老百姓的利益 老百姓就是忽悠老百姓 是不是 就都是这样 你看那个 参考消息 这一档天不就 大字标题都是 谴责美国的民主 是虚伪的 其实在中国 你连选票都没有 对不对 有什么理由 谴责美国 但是共产党看到 美国这个 目前大选当中 出现这个B端 就开始借这个 来什么 烘托自己 一档执政 这个高效正确 你看我们都好 没有乱象 不听我习核心 那自然而然 这个李希他愿意了 对不对 那同时 这个2.3万人 一半人应该讲 一小半人 恐怕是真心拥护 这个也会发生变化 因为你不能保证 你就位置永远在自己手里 就包括你李希在内 你说不定什么时候遇到内斗啊 或者由于其他突发事件 你就过来当不成了 或者被对立派整到监狱里 到那时候你就 就在反思这个体制 对不对 这人都是这样 所以说他这个 搞所谓的基层代表 搞的交流会 讲这套东西 你想但是出发点是什么 不值得提倡 你看看他 在广东先宣讲 还有一个人 第二个宣讲 那是李鸿忠 再给大家看看 这个李鸿忠 这个 在天津的报道 你看 李鸿忠是什么呢 这个8号上午 19届五中全会宣讲团 在天津开始讲了 李鸿忠又走在前头 李鸿忠做了什么呢 做了报告 1800多人参加 因为天津这个地方 比较小 离京城也很近 他组织这么多的领导 跟他们谈 谈什么内容 和刚才那一样 不外乎都是这些 假大控的这些 虚幻的 虚假的这些数字 这些木园 都是忽悠人 那李鸿忠为什么 这么这么积极 这和他一贯表现都一样 这个 一定要对西核心忠诚啊 忠诚不绝对啊 那绝对是不允许的 这是李鸿忠曾经讲过的 我曾经在节目当中 多次提到了 那李鸿忠为什么这样 李鸿忠知道 这个 他的老大李铁英 李铁英和西民的铁哥们 对不对 李铁英 李铁英没少谈啊 他儿子李铁在大连 办的这个 这个在利润大厂 在上个世纪啊 租了很多房间 做生意啊 这个金生企业 有限公司 聘请了一个 原先是 原先是我的一个师友 写诗的一个 一个小朋友啊 聘请他当总经理 这个那个人跟他干了很长时间 有大连日报一个编辑 这个因为编辑记者 认识人多嘛 社会关系多 这个李铁英儿子 历届 现在过世了 就利用这个 他爸爸的权力 搞着公司 也是赚了很多钱 搞房地产 等等 都是既得利益 那肯定呢 李鸿忠 他本身不是后二代 但是靠上了李铁英 早年李铁英 在凉宁省当书记 还接任海城市市委书记 他就一路跟着这个 李铁英高盛 先是这个北京啊 电子工业部啊 再爬 再到这个 这个广东省 神圳的领导 然后湖北 然后到天津 你想他居然是好位置 他是既得利益者 所以他明明知道 这个所谓学讲团 讲这套东西 和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时代是一样的 骗人的 但是他也 讲的是 是非常热闹啊 目的是什么 保住自己的位置 就和李铁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一个利益集团呢 但是他们 我刚刚讲到了 他和毛泽东时代的 不同之处 之处是什么呢 就虽然讲到四个自信 其实极度的不自信 讲着意识 也极度的没有这些意识 完全是什么呢 物质利益 个人的这个利益在里面 所以不能持久啊 那习近平也知道 你这些人是靠着我这个大树 就是为了为后你们这个 这些物质利益 这个我要倒了 你们又就都完蛋了 撑鸟受散了 那反过来他们也想到 我们是靠习近平这个大树 我们就能保住我们这个官职 所以他坚决不改革 他们形成这么一个固化的集团呢 排斥这种民主 排斥法治 排斥社会的进步 一直在这么 这么慢慢的拖延这个世界啊 拖一天算一天 欺骗老百姓就是这些东西 这什么讲话精神啊 19级五中全会精神 实际就是精神垃圾 骗老百姓 所以我认为呢 就不能长远了 你任何人执政 你怎么可能永远是你执政 总有一天你不做吧 你不做的时候 可能这些班底啊 就撑鸟受散了 那么过去这个虚垮渲染 编奏这些谎言 也就焰消云散了 就像毛泽东时代那个一样啊 就毛泽东活的时候不讲过了吗 他死后若干年 有一部分人 利用他这一部分话 达到那一部分人 那一部分人也利用一番话 某些话来达到这些人 当地邓小平不就 把这个将军管到监狱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内部一个互相侵扎呀 侵扎的焦点是什么 就是权力嘛 说透就怎么回事啊 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呢 这个特别的这个悲哀呀 就是眼睁睁的就看到了 这个国家 这权力就落在这些人手中了 没有办法改造 要改造 要改变 辅出很大的代价 也要经过漫长的这个 这个努力啊 但是我相信终于有一天会改变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语的收看 谢谢再见